這個就是他弄來比喻的學問 是需要不斷的這個反撥 這個當然我們後來也常常講 是經典不是你讀一篇就完的 經典是還是需要不斷的反撥 所以我們的朋友就王財貴先生就是提香竹林班 剛才那個教徒先生也是竹林班的朋友 還有幾位朋友 他們當憑我們更厲害 他要每次都要每一本書都要讀一半遍起碼 我們不要懶惰這個沒有能路過 那當時我們也不太知道這本書 就是唐先生的重要性 下面的文章其實是相同一個問題 其實這本書就唐先生的十分之一 也許講另外一個也是小故事 剛才兩場就知道這個聖經讀之後 現在也有所 我有類似的經驗 因為我是報這個文章大學的這個研究熟事班的 那時候當然還是唐先生主持的 就是牧老師 讀書先生或者可能是情歌 那這邊又有個口試 那那個口試其實都是在唐先生講話 然後唐先生講話之後就通過 我們也沒有機會發展一點 我們也沒有被柔懶 那我可以印象很辛苦 我就牧老師在旁邊笑一下 他們先談的幾期間 然後問我吃 也是另外一個滿印象裡面 常常很舒服的 就是以前牧老師在這個信雅這個教室裡面 他每個月第一個禮拜天去書 這是聖經中的聖經 尤其是他們三個月現在就在 這個後來都好像都沒有經歷 他們現在很難得 這個唐先生、隋先生跟牧先生都在 這個信雅研究所的 信雅書院的那個圓庭 信雅書院的那個圓庭 信雅書院的指導 信雅書院的指導 那當那個唐先生現在忙 我過癮跟牧老師這個 生前就不要 但是有一段時間 我們天天做一個快吃的 下期也OK 三個月 都是牧老師講的 但是唐先生是不要忙 那 有一次我們知道 他應該已經退休了 就信仰了 我們就 要特別找我去聊一下 聊一下我們這個讀書 生活的情緒 因為我很入宮 因為我覺得我每天晚上都市有小消失 啊 大人不太滿意 對 這個 因為這個 我們總結都不太福 對很多其他 你看他在整個地上 我也有點遺憾就是 剛唐先生有個 開始有病 那我就去美國武術 那 後來病案做 我第一個聽到這個 叫做 消息 所以牧老師寫信 之後 那時候我練習 那個時候 然後 東英很難 那個時候 我就每個讀書裡面 唯一是缺貨 那 所以 跟人聽他們幾位講 都想不到很多 我幾個 跟堂 十一塊 故意跟摩朗十一塊 那 我們今天還是回到這個 我們連好 為這個 報告 上面 那 那 很抱歉 這個 我這個論文是 昨天晚上才看出來 今天 這個 所以有點吵 還好 還引出來 那 我就 因為大家都有 所以我也不用這個 投影片 那就請大家 走邊 都要走 我就帶入 這個 怎麼講 那 其實 我這個 這個書其實是 主要是講 唐老師晚點的 那個 《正命傳傳》 《於心靈景見》 《越套結書》 但我們知道這套結書是代表這個唐老師 一個比較頑緊的論述 但唐老師在裡面其實他說這本書 所有的內容被補齊 其實他三十年前就已經出來了 那三十年前確定的是 什麼時候 就是 唐老師在這個南紀大學 那個也叫中央大學 那個也叫中央大學 現在我們中央也有個中央大學 多東西 所以我們覺得中央大學 十滿有特色的感情 那那個時候他在南紀大學才三十二三歲吧 他那個時候說他覺得第一版的結束書 就是叫人生結束 他之前也出過論文 中西方結束這比照 他十五歲就開始小 所以說 也出過論文 但是他認為他自己的結束 第一版書 竟子書 是人生的體 但是同時還有那個本就叫 那個字版的 就叫道不自我的建立 這兩本書 所以 所以 這個書 就是唐先生的結束 跟他的這個 整體的 把他在這邊 送給他 但原本書恐怕 我們都不讀得太多 不太懂的是 他每個集都懂 而且很多集約文很清楚 都滿有意思的 但你不太懂 為什麼他就是 他整條結束器的 這本書 其實是在他大概二十 四八歲 至三十歲前後 他自己已經有靠景點 就是結束系統規模的 所以那個時候 他就一定要學這個論文 那叫人生記錄十步 人生記錄十步 而且不知道他是不是當初 是詳詞十四本書 但其實不是 其實他後來是 大概寫 半條十步 分清幾個段落 寫個三四本書 人生記錄幾頁 是幾個段落 他後面有個福利 福利就是今天這個 這個博弈為我們講 一種人生記錄十步 人生記錄十步 那書好像沒有寫完 就留著了 那後面還有這個 生活與人生記錄十步 這邊是 在香港的時候 這個 紙編賞編的 會有人編輯 那 我想 因為今天世界這個地方 稍微說一下 董者最後的門大書 先來介紹一下 唐先生這個結束 他的扣子 這製品扣的內容 譬如心靈久景 久景怎麼樣 發展 我寫過另外一篇文章 也不知道是天才說 這製品是 就是反省一下 唐先生這個整套結束 那最後的歸術是怎麼樣 其實 當年 對於結束有個想法 要從這個想法 也伸出來 因為結束 要做什麼事 在這個時候 它的結束是包含火 我們一般從西方 所想的 所以也不是沒有關係 它說結束是這個 這個 變觀 變韻 就是普遍的去看 不是那個就是 全世界看 就像天下地 人生各方面 都在這裡 而且這個 也是變韻 就是這個 這套結束是用心 於所有我們人生 宇宙的各方面 事實也好 外面也好 外面也好 八成也好 住在裡面 這個也像我們一般 流體系統結束的基本上 結束就是五種八 跟五種八也一樣 有的理由太空洞 但是 唐先生其實想要有更新的意思 其實這個是 其實它對心靈的 這個很重要的這個領物 其實它說 它當年年輕的時候 最重要的這個發生 就發現心靈的功能 心靈的功能 心靈的功能就是 不只是絕大 而且是記者 而且在這個記者裡面呢 我們就可以 我們就可以 遭遇我們 以前的現實 但我們當時也不太了 我們想一想 你就遭遇自己 所以有時候 它講一講 就遭遇這個世界 搞得有點誇大 其實它因為這個 是心靈最重要的 所以它講 道德是什麼 其實 我們一般經常說 道德就是 你讀書 讀書為什麼是道德 讀書是道德 是因為 你在這個地方 遭遇過你之前的 知識的現實 這就是 道德的世界 就是你明示 你的心靈運用在你現存的地方 能夠遭遇過它 就是這個道德 所以你讀書是道德 구나 你見 British 亭裂就開通也是道德 精華裂就實 ering 你制作 這個行徒 光去現實 釀成 相近 你能夠遭遇到這 這樣 就是唐神經ージャ singer 支援 中 dele 是愛之彻 中不能若微 但接觸 我們能夠獲到 用獨て 中 你也能夠 αν醒 尊稱 四你在 所以解学是这个变观变运的 不断的变观再变运 意思就是解学的解学 解学的解学的 并不只是空洞的东西 有的时候我们现在也习惯入西方的这个逻辑也好 这个小学的反学好像我们有第一学第二学 我读受学是第一学 讲受学解学是第二学 那第二学的东西就不是受学 是解学 那当然意思是我们解学应该是解学的解学 如果解学只是解学 不是解学的解学才不算 真经的解学是解学的解学 所以他的解学的解学也是解学 不是一个空洞 这是一个事 正常先生对于心灵的感觉出来第一步就是 解学是心灵的活动 但解学永远都是解学的解学 这个也是 我这个第一段 我也找找 但是这第三页上面 我这边是两个 这是 这是中间的法 所以我们找找 对于 这个所谓 变观的变观 这是 这是 永远都是 高个层位 那这个高个层位 也永远没有进去 有变观 有变观 还有三分钟 这是 我的这么巧 但我想这个 这个书里面 其中我们独自的 很重要的想法 它是节识要退长 不是节识退长 西边要退长 西方整个节识在唐先生 都是西边 这没有问题 理性那边很小 但其实他不会说 最后退长 西边要退长 而且要两次退长 那变观推长 其实就是说 西边 对唐先生是相反的一面 它一往无前 西方有一个 但是现在它又不够 因为西边达不到这个 结识的结识 最核心的这个阵 所以西边是我们去聊天的 因为西边还要做第二步的退长 所以理想 这为什么人家来做什么呢 如果需要来 就了解这个生命本身 它的这个特殊的内容 所以为什么要分这个 其实它是说第九景的时候 这个儒在的第九景的时候 这个尽性立命 尽性立命 尽性立命 我们也要思考反省分身 对 那尽性立命说要做的这个 其实最后的问题就是 仁德的问题 那就不止西边 但是我们前面还是有需要的问题 那我想借梁老师的个讲话 我讲五分钟好了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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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台湾都问其他的 OK 因为我还没有办法讲完 OK 所以这个第二步要做 本来第二步退长之后 我们要确实了解一下 那个圣经里面 这个尽性立命 是关于终中生叹的人 问 replace 那um 判定因为他这个书其实是要割掉这些种种荡荡论时的这个柯谈 就是它所活的东西 把它积伦起来 在《仁青》的时候还是要退坞 训练就是因为接手是最后应该是《学与勤教》 推行调 推行调其实是用忠庸的 收到之为调 这难以下来说 这个诚实真心最重要 其实这个 行而上的 玄师的西殿都退场了 在这出口 那退场所谓的 退场就是 人性 行为活 行为真人 行为信念 但这个行不是思考的 这是实践的 实践就要讲功夫的问题 其实在这个地步随长 唐献齐也有个想法 一个想法就是 根据中国这个 这些传统是希望人也有 就是最后 言归秘密 目 你们不要讲了 念花微笑就好了 但希望人可能不了解 说念花微笑 这个看出什么东西的 没有理的这个 这个观 念花微笑 结果是主观主义 但是 念花微笑所表示的 前面已经有 足够的客观理解 真实的理解 因为你知道 以后做的事 超乎这个语言之外 这个第二步 其实 就是 常常常这个 没有好好声 书里面 您要明确说的 就是 其实我们要进到这个实践方面 这是真实的理解 那常常这个节奉 现在有点重要 这是明天座谈的时候 可以作讲的时候 就是你退场之后 真的要做情信的问题是 但是不只是搞口說 口說成長中務實 當年這個黎言平常 批評這個諸子都是口說的 老師的學生就要學肚子比較堅密 不就當年人受黎言平批評 醫師說他太不簡單 因為這個是時間的問題 因為唐先生的結學理 我們以前都讀不懂他的東西 因為他其實論是中國結學課者 都很重視他們實踐上面的表現 而是真正從實踐上面的角度來看 也是文獻 所以他能夠看到很多深度的東西 這不是文獻 但時間是說有過分的 功夫說有力氣的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打倒的 但是有時候讀他讀不懂 為什麼功夫不到 但尤里只是讀一個 比如最好的就是原教兵 他很低光講的那個功夫 講的很細的 有時候你會覺得他講故事 搞成講故事 但是尤里真知道有重心的那個陸心裡面 那都是有真實的 不管你怎麼做 這個就是負面陸落 但我其實常常在講故事 我等於我就是 六場 但不只是 所以情形 還有行調 其實行調是外面的 還有行仰 所以情仰 與智序 這個就是功夫所到的地方 不過 我記得那個唐先生也在端端講 我其實是 講養的整個人 蠻有意思的 那也從我們現在 測試的方式去講一講 他也講得蠻有 大概有特殊動電的 這個 這個就是節年情性 節年情天的那個七口音樂整個陸出 你撿人就是什麼性的 這個是一個是一個是 所以與情人 這個意思 這個內在 外在是 學與情下 那是教化的東西 人且是 而是性 所以 所以 我覺得 唐先生在這個地方 希望是 從節水 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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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 應該達到 這個任務是 學與情人 也同時是 學與情人 學與情家 那也許就是 從所謂內性 外的 那個 中文裡面 很好的表示 就是 行節點止道就 行節點jos 解ок 所以 情疾言 我们讲 诚勿计 这也是中缘且细的 唐僧的希望结束时达到 让我们真的是缘且细的 还算 那相信 我们就离开了 那最后我想大家看一看 因为最后来的 门就表示 唐僧先生就讲解 只有最大智慧的人知道 这个道是无其量的 就已经实现了 道是天地主 唐僧先生有说 我讲 写不写书 写不重要 道是怎样 那么写了也不见增加 是什么 不写也好 就没有写 对 我们好生小学来说 他不写 我们讲什么呢 还是要写的 那他其实 下面还对 那是 他说 他其实讲的 就是少年的时候 他说 这后来没有了 所以我们上去 少年的时候 少年的时候 很多这个 莫名其妙的想法 慢慢就 倒老不理 有这样话 有这样话 你让他进一步叫 吗 因为你会觉得 看着我暗了 你会觉得 我已经要暗了 但是其实 无声就讲了 是唐僧是其实 也不其实是哪些 而且他是送命的行李 常常的 而且是不断 但是他讲什么 当他讲什么 当他讲什么 很纯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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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极限的道 所以人间这生命的 也有潮流的感觉 那个潮流的感觉 那个潮流的感觉 那是潮流的内感觉 到最后的时候 就是讲什么 性情 性向性 但那还是研究的部分 但是那最后 这本书最好是 有的时候 我读几个书 对 像刚才曾老师讲的 这本书 最好是唐僧老师 最临重的时候 最好讲的 那唐僧生后 他其实不写一次 他每天再写一次 这本书 所以有个书 在唐僧生教织的时候 他一面套 我别人讲 所以也不知道这本书 就是唐僧生生命的 成本书 就犯了 新的感觉 当我们读学来 这间也要走 哪里说的 感动也是上课 所以来 我看你对全教授 学到唐聚一天 他唐聚当年上课 就是两节课 他讲到三个小时 下一节课的老师在外面等 一个小时 就是在讲起学问 无谷无精 无言无我 到潘朝阳教授 他是我们俄乌的农狱社长 移工的文章 是唐聚一天的民主思想 当在新无家的观点 我们朱社长 还有我们主办主编 以及在座各位师友 各位特别是年轻的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我们在这边取记一堂 主要是 一方面是 今天这个中国哲学 中国哲学研究中心 第一届的中国哲学研究中心 那是有一个很更重要的意义 就是一转眼之间 那唐先生呢 去世 四十周年 我们俄虎 举办这个 唐先生 这个四十周年 去世四十周年 举办这个 这个研讨会 非常有意义 我算了一下 我们这次两天应该会有七篇 专门针对唐先生的论文 那我在想说 像摩先生 摩老师 我们当然是在俄虎来讲 是最重要的 我们也 也纪念过 摩老师的这个研讨会 另外一位 徐富冠先生 徐富冠先生 我们也不能把它忘了 我是期望说 我们是不是俄虎 未来 这个徐富冠先生 这个去世的 这个纪念日啊 我们也能够来办 徐富冠先生的 关于这个 儒家的思想史的研讨会 因为我们不能被 比如说我这样 有点开玩笑的意思 我们不能被 黄俊杰先生抢走啊 因为他写了一本 那个从东亚儒学看 徐富冠先生的思想 那一本书 我是觉得说 唐摩徐三位先生 对我来讲 是我们的最重要的中心 我今天呢 提的这个也是 匆匆忙忙提的论文 因为一直都很多事情 本来我的题目不是这样的 结果呢 发现说 我这个后生小子 其实也是野心太大了 因为唐先生他的著作里面 对于这个中国的 或者说我们这个世界上 这个民主 民主思想民主政治 他的看法 他的论述 他的批判 即使是莫大今生 所以我呢 我跟瑞全兄一样 我的文章也是带过来的 今天早上才带过来 因为想到昨天晚上 所以我就 题目就很小了 其实这只是我的读书心得 真是不好意思 这个先提供出来 就叫在座各位试用 那我的题目呢 是唐君毅先生 对中国的民主政治的 一些论述 所以我这篇文章 分成三个部分 那么第一个部分呢 其实是唐先生 对于传统中国的 这个君主政治里面的 所谓圣君得志 这种观念呢 他认为是不可为点腰 这是不可趋法的 其实在这一点上来讲 这个里面 我大概也会 稍稍提出我 我个人的一些 读书的感想 其实熊时利先生 他在他的著作里面呢 他已经有提出 所谓的这个大董事 跟小康事的这种区分 对于小康事来说呢 是不应该肯定的 那么在中国历史里面 虽然他 他一直都是 就是在2000年来 中国的儒家 期待这个君王 统治者 能够做到圣君 然后他愿意 他重用贤相 圣君贤相 这种政治 但是其实事实上 徐副官先生也提过啊 那么中国的这个帝王专制 他背后其实是跟儒家相对抗的 相斗争的法家思想 这两者没有办法相拥 所以我们说哪怕有贤相 就宰相制度 有好的宰相 他们也只能 就是我们的儒士啊 也只能在所谓的正统跟志同里面的 这个志同这一层次 去做事情而已 对于正统这一件事情 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因为那是帝王专制 他们一家一心一私的 他们所拥有的 这个才叫做中国的专制 那么这一点跟钱穆先生就不一样 而钱先生呢 他一直认为说 中国的传统政治是世人政府 就是独树人的政府 是独树人跟皇帝呢 在一起来共同参与政府里面 来治理这个天下 这是钱先生呢 对于中国历史里面 比较有一种同情了解 徐富冠先生就认为不然 因为看政治权利是 出哪里出法子 是宰相吗 还是皇帝 那么这一点呢 我们我想 我们作为当代新奴将 这个我是认同徐富冠先生的所谓 除了徐先生之外 张军麦先生 对钱先生的这个 所中国不是专制政治 而是世人政治 世人政府 这一点呢 他也有一个非常不客气的批判 还写了一本书 那么我这边又讲回来 所以呢 唐先生在他的文章里面 他就说 这个君王的这个代代这种 就打天下 这个一代一代这样传 虽然我们儒家要求要圣君 其实中国没有圣君 两千年来的没有圣君 康熙皇帝 他们清朝人给他说是清圣主 那是过分易美 而皇帝没有圣 不是圣下的圣 没有圣行的圣 皇帝没有完美 圣人有 好像公子啊孟子啊都圣人 是完美的 这点有差别 那么可是呢 唐先生在他的文章里面 他也说了 中国这个两千多年来的这个政治里面 难道没有民主吗 没有民主的种子吗 没有蕴含有这个民主的一点思想吗 他是认为是有的 所以他在这里面他就推 他认为说 儒家推尊遥顺散让啊 汤武革命啊 那么一直到黄中西啊 黄中西民以待访路里面也是有强调啊 这个天下不是一家一亲的天下啊 是天下人的天性 所以这个系统其实是在我们 这个孔孟一脉相传的儒家的政治思想里面 他一直都有一种最高的理想 这有点像乌托邦 就是说他是一种idea 一种最高的理念 那么这个一直要求这种理念可以实现 可以变成实际的现实 但是我们也知道 公天下所谓的公天下啊 这个政治理想从来没有实现过 那么那么我们所以呢 中国的儒家呢就不得已 所以才要求所谓的这个 理论大同编里面所说的 那种六君子自制的小唐使 就是要求圣君贤相 而唐先生在这个地方呢 他就有一些批判 他是认为说 这个因为圣君贤相的这个儒家的思想 他是变成说做之君做之师 好像说有一个皇帝统治阶级 他自认为说我要作为一个圣贤 那么他这个有这种想法 也是变成是什么 也变成是什么 私信 因为他把圣当作他自己一家一姓 他自己的专利 那么把这个圣 这种作为一个圣君 我把这个德化 就是我把这个道德 我爱民 所以我恩赐给我们中国的万民 那么唐先生在这点上提出 其实这是一种使命 这不应该 那么应该要怎么样 要进一步的要 人民自己做的主体 自己互相德化 就是自己能够自己作为主体 自己互相的能够涵养道德 这是唐先生提出来的看法 这个看法是其实是蛮重要的 因为我们常懂的思想里面 我们一直认为一个做之君做之师 就是政教合一 认为说圣王给予我们人民一种恩责 同时进一步唐先生也说 那么君主不应该占有那个正统的位置 那个位置是天下人的那个位置 人人都可以居有那个位置 就是君位 那个你也要放出来 这个其实这个就接上 我们所谓公天下的理想 这是第一点就是 唐先生他对中国的德制的这个 儒家的德制的观念 就是圣君德制的观念 他认为不可谓点腰 那么同时他认为说 这个背后呢不是人的问题 而是法的问题 所以我们应该要有一种 所谓这个宪法要制定出来 依据法来治国 这是我表达的 我对于唐先生 我读唐先生的书的 一个我自己读书的一个心得 第二个呢是回到传统中国来看 那么回到传统中国来看呢 那么儒家道家末家 这个唐先生他也提出他的看法 那么我的标题啊 这标题我是这样说 政治参与 非人生第一亿 就是说中国人 中国的精英 那么儒家 他们自己的新鲜的涵养呢 这个治国平天下 虽然是一个外王事业啊 可是内圣还是最重要的 那么这个里面呢 唐先生呢就表达了 这样的一个意思 首先呢他提出来 卢士道三 不是卢士道 卢道末三家 那他们有一种理想就是 平天下法天地的政治理由 那么成天 以爱民自民 这种精神 那么这个他认为 卢道末三家都有 虽然这个对天的理解不一嘛 卢道末三家对天的理解 是各有他的专产 各有他的特色的 后来这个末家 后来就终衰了嘛 所以剩下卢道两家 那么卢道两家里面呢 那么这个 这个就 这里面呢 就我的文章呢 我读唐先生呢 我就把它比较 聚焦到他对于卢家的看法 那么卢家看法里面呢 他认为说 在周代呢 晚周啊 就是孔孟时代啊 那时候还是一个封建贵族政治 但是呢 这个孔孟寻 市长寻子也有纳建 已经移贤 这个 就是贤人为政 然后啊 尤其是公养家 因为孔子晚年不是修春秋啊 所以春秋 这个后面的公养家 这个对于这个孔子的春秋 就有一些产阳 有些发挥啊 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些 违言大意 有几基士卿 这是这句 唐先生这句话 是什么意思呢 这在文章里面 我有译啊 请大家看一下啊 其实这里面 其实就 就要上聚到孟子跟太史宫 对于孔子春秋的一种解释 譬如说像 这里面讲的是这个 什么这个 自我者欺为春秋呼 类似这个 这个天子之事也 就是说 那个孔子不是讲吗 说 不是孔子不是讲吗 孔子聚吗 做春秋吗 春秋天子之事也 那么这个 自我者欺为春秋呼 罪我者欺为春秋呼 那么太史宫呢 也引董仲书的话说 孔子欺为春秋 便天子退诸侯 好大佛 类似这个意思 那么这个意思里面呢 其实在这个地方呢 熊先生 熊实力先生 在他的著作里面 他其实在这边 发挥了很多 阐述了很多 尤其到了晚年 讲了很多 公养春秋的 章三十的意思 然后呢认为说 这个地方呢 以得善让的 公天下的这个正道 是孔子真正内心里面 真正主张的 政治的理想 那么这个 在那个 在那个 呃 这个 礼运大逢篇里面 所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 这个地方啊 才是 中国 儒家 真正 要 强调的意思 可是 往后都不是这样 都是这个 最好最好就是小康史 即使是2000年 是个专制正直 专制正体 那么儒家呢 就像朱子所说的 只是缝缝不补过的意思而已 那么这个情况之下 唐先生做了两个解释 一个解释就是说 为什么 为什么会 会这个 没有这个选选以能呢 他说这个是 地理决定论去说了 王土忠民啊 这个中国这么大 那个要选举 要搞像现在的选举 是很难的 这是一种外在理由 那么更重要的一点是 唐先生提出一个 更深层的意思 就是说 我们儒家呢 并不是一定要 要直接就要去 像现在的人 就马上就去选举 选总统 比如说像那个 蒋万他不选台北市长 所以国民党呢 就很害怕 说哎呀这个糟糕 这个怎么办 可能又是科匹啊 这个很紧张是不是 古人不是这样 古人他最重要的 他是认为说 像大学里面讲的 你要有个顺序 你要有自国平坚下 之前你要有修身起家 治国 修身起家 所以孔子不是在里面 不是讲那个 在家里面的孝道 是很重要的吗 所以呢 这个在文章的第六 第六 我第六页啊 我就是整理一下 唐君毅先生的意思 他的意思是说 在传统中国的这个 这个儒家的政治里面 这个维政的根源呢 要强调的是那个道德 道德心 道德心 不像现在的政治是 强调的是知性 就是政治学里面的那一套 ABC 那么第二个呢是 政治的路有交顺序啊 所以你要从 你要从那个孝道开始 就是基本上从人的生活的 这个伦理里面开始 第三个呢 是什么呢 是 我们儒家有点像道家啊 就是说 不论七八糟的时代里面 你天下无道 无道怎么样 无道则隐 那道家也是无道则隐 道家隐以山林 儒家是隐于民间 道家呢 去山林里面 去跟天地逍遥 儒家是跟庶民百姓 通过教化 把道传下去 这个儒道两家的特色 两家互乎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说 儒家是在世安生匿名 那个本心良知的内在肯定 阿BASHA是最重要的 那可以自己 可以内在可以自主 这是我们传统中国儒家 为什么政治这件事情 是第二意的事情 那个第一意的事情 就是内圣 从内圣往外推展是外网 内圣做不到 你就不用去说外网这件事情 最后面呢 还有五分钟嘛 我就要说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是 唐先生对中华民国的民主政治 他的一个批评 跟一个判断 我的标理是 根据唐先生的看法 中华民国的民主政治的实践 那个实践不是李立老了吗 从孙中山先生 这个国民革命开创 建立中华民国 这是东亚 中国跟东亚的一个民主共和国 可是为什么一直 一直发展一直都那么不顺利 当然这也有外在原因 比如说日本的侵略 还有自己内部的穷困等等 唐先生他提出一个意思很重要的 就是说 中华民国的民主政治 实际上证明 人的善最重要 这个善念 善心善行最重要 还有几分钟啊 三分钟啊 对对对 我都表很准 那么他这里面他要说 他说为什么一直都乱七八糟 都搞得最后面是 是中共国共斗争 最后面是中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中华民国退到台湾 那么他当然有一些解释 我读唐先生的书 我是觉得说 那个是主要的 为什么会这样凹凸凸凸的 没有那么平顺 不是民主本身的问题 而是我们民主共和国的内在性 没有建构的原因 还没有建立起来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在中华民国建立的时候 中国人民绝大部分 绝大部分的庶民百姓都是天民 而不是公民 都是根本没有这种教育嘛 我们要知道民主社会是必须是公民意思 你还是天民 天民就是 就是还在也会想说 哎呀有个笑话 说跑到庞福高原去 那个老乡在那边吃面 说这个吃面 这个哪来的 说我们从北京来了 那干净皇上啊 龙铁安康口 那当然是笑话 就是意思就是说 我们中国的庶民百姓 他还没有准备好 形式上已经有中华民国的民主共和 但是问题是内在性还达不到 所以才会有这种出路 有这种问题 好 那么另外一点呢 这个还有两分钟嘛 另外一点 更重要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说 那执政者如何 1949年 这道路我就不说了 1949年以后的台湾 那么虽然我们还是中华民国宪法的 因为中华民国宪法的参与的 还是有一位张俊曼先生 当然姓李家 那么他这个也是以武权宪法建立的 中华民国这个国家跟这个政府 但是 我这边引来目击有一句话 在第八页 今有人行人文 而民不备其责 不可法于后世者 不兴先王之道理 故意图善不足以为政 图法不能以自行 中华民国 碰到的问题是图法 少叫了一个善 这个话怎么说呢 就是 后讲经国时代的台湾代义政治 可以说是 不行先王之道 如果是你真的是友善 怎么会有 中华民国的总统跟行政院 公然主张台独 然后又有一个大贪污的总统 而且可以不用服刑 到处爬爬 是不是 哪有那么各院各级政府里面 还有那么层出不穷的 建立数字的政客 前两天不是发生一件事吗 我觉得这边我就不提 就是说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 人民跟你的执政者 你必须要有道德涵养 第一个是道德涵养 在今天来说 那个善的意思 还有一个东西是 使见闻自知 使知信心的充分的建立 那就是我们必须要尊德性到位学 这个公民才能真正的把民主公民 真正的撑起来才能撑顶实践 好 这就简单来说 谢谢各位 谢谢杨老师 首先跟大家报告一下 就是我已经不是助理教授了 我还在香港用大学学系 因为我五月的时候 我通过那个大学的评 所以就不能再继续当助理教授 那不过呢 中间发生了一些曲折 总之结果是我还在中大学系 不过我现在的那个职位 是高级讲师 那主要的 纯粹是一个教学的工作 所以我是可以完全不写论文 不发表 那大学也不会对我怎么样 不过所以 首先感谢大会对我的美称 第二是更加重要的 更加重要的是感谢那个 中文哲学研究中心 李老师跟陆处老师 给我这个机会 能够继续在学术上面继续练 因为我相信 学术生命跟你踢球一样的 如果你不练习的话 你只能去打比赛 所以我觉得 如果我永远在教学的话 等到我的学术的 那个党代会坏掉 所以非常感谢我 可以继续在练练 那我今天报告的是 因为今年是那个 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 发表的六十周年吗 那通常呢 我发现那个 刚刚上个月十二月 就是有一本书 是那个 Brian Van Norten教授 他中文名叫 万百安教授 他也出版了一本 英文的书 也叫宣言 叫 Taking Back Philosophy of Multicultural Manifesto 那我就 这个构思就 那不如就趁这个机会 唐先生他们那个宣言 是发表六十周年 那通常六十周年之后 也有一个宣言 不过这个宣言 是在西方 在北美 英文发表的 那如果两个 对起来读 那不是很有趣吗 那我就做了一个构想 不过要像大家之前的是 这个文章其实还没有写完 不过呢 这个是我今年的 那个写作计划里面 我的计划是写中文版 跟英文版 歌一 那英文版 那会七月在美国报告的 不过那个终点 会有点不一样 不过我的基本主要 还是相同的 那希望用这个写作计划 来纪念中国文化与世界 面试六十周年 那我 如果大家都手上有 那个文章的话 那我就 我挑一些终点来念 那我 先看看 那个第一页的前言 那 第一段我就不念了 因为我 刚刚有什么介绍 那时间有限 我们看第一页的第二段 前言的第二段 那本文呢 分成六节 那除了前言跟结论之外 还有第二节呢 就是讲 那种 中国文化与世界里面的两种意识 我称之为 中西堆裂 或者东西堆裂 意思 跟天下一家 意思 就是我 我勾出这两个 在宣言里面的两种意识 然后 第三节 叫 可喜的发展 主要是讲 那个 唐先生他们的宣言面试 之后呢 我们发现在 在西方世界呢 的 中国哲学研究 应该有一种 我相信 如果他们知道 如果唐先生他们知道 会感觉 新奇的 可喜的发展 不过呢 第四节 我讲的是 就是那个 万百安教授 最新的 英文的学研 他从一个 当前的西方 北美的 视野之下 看出一些 今天中国哲学 在西方世界的困境 那我就会在 第四节 介绍一下 然后第五节呢 主要是我自己的主张 就是 那如果 我的基本主张是这样 就是说 宣言里面的 天下一家 意思呢 是很有价值的 我们今天 可以继续本顾这种 意思来 做中国哲学的研究 问题是 我们怎么落实 或者体现 这个天下一家 这个是我的 这个文章的主张 主要在第五节 那请大家看 那个 第二页的第二节 就是讲 宣言里面的 两种意思 那 第一段 宣言全文 共分十二节 我们现在急速 讨论 第十一跟 第五十二节 那我会讲 这两 两种意思 而且呢 要探讨这 两种意思的 微妙的 关系 那这个 这两种意思呢 我们在下面的 那个引文 特别是我画了底线的 那个 就可以看到 那不过呢 两种意思是有一个 比较特别的 一种关系 就是它互相解释 互相支持 互相渗透的 互相渗透的 有这么的一个关系 所以 有个时间关系 我们先跳到第三页 第三页 大家看到 两段引文 都是宣言的引文 那第二 第二段引文的下面 那一段 我写的 我现在念这个 那再也介绍 西方人应该 向东方学习的五点之前 我们应该首先注意 在上面两段引文 引文里面呢 有一个帮助我们 进入了解这个 对立东西 对立医师的线索 那第一段引文 最后提到 西方人常不能从其他 民族文化之身的 发展的要求中去看 西方文化 对其他民族文化的价值 那这个就暗示着 当宣言的作者们 稍后提出西方人 去向东方文化学习 有五点之前的时候 其实他们是反过来 从西方文化 自身发展的要求出发 去看东方文化 对它的价值 那果然在第二段引文呢 我们就看到证据了 你看第二段引文呢 他们用的字眼是说 如果西方文化想再进一步 或者他们想 永远存在于人间世界 或者完成他自身 精神思想的生进等等 在这个目的底下 他们可以建筑东方人生智慧 对他们西方文化的帮助 有其合见 虽然所流露的东西对立医师 尽管是把东方与西方文化 放在一个对等对立 相对而立的位置上面 可是对等对立 却不等于敌对 而是指向或者意图 彼此孤一 那借用孔子的话来说呢 宣言作者们要求西方人 向东方学习呢 其实是本孤一种成人之美 己欲利而利人的精神 我相信这个才是所谓的 对立医师的神祟 所以他们不是说 我们跟西方文化为敌 就是说 你看他们的字眼 如果西方文化想更进一步的话 那这里我们可以帮他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一无情操的 那我们看第四页 第四页有第一段里文的下面那一段 那就是所谓的那个微妙的关系 OK 或者这个 我们跳过去 那看第五页 第五页就是第二节的结论 第一段里文的下面 然而在彼者看来 虽然或者因为多方强调西方 应该改变起研究 中国等东方的民族 学术文化历史的态度 所以比较容易给人家一种 读者一种印象 就是他们在中西对立一面呢 会强调众多一点 天下一家念面呢 会好像没有那么明显 那对此呢 我想重申两点 第一 两种意识在行文的表述上面 或着或许有偏重 其实呢 是互相交执渗 第二 我们仅仅就对立一世一面而言呢 就好像我刚刚讲 这个对立 对列也不是敌对 就是他们是一个 成人之美的一种精神 第三节就是可喜的发展 那我的构想是这样的 我希望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道家的 西方的学者怎么样 看到道家有一个可以批判他们本身西方文化的一些很精彩的地方 是他们应该学习的 那第二个例子应该是儒家 那因为儒道两家 刚好是可以涵盖中国文哲学比较重要的部分 而且另外一个考虑呢 我是希望选一个例子是北美的 美国的 一个例子是欧洲 那你大概可以涵盖所谓的西方世界 那通常呢 道家的庄子 我找到欧洲的比莱德 他的庄子是假 那北美呢 我找到那个 迪德卫 David Everson的那个 孟子龙的研究 那不过因为时间关系呢 这个 两个例子我就跳过去 而且呢 因为我庄子那个其实还没有实 就是写了一段 大概讲那个基本的意念 怎么看出来西方人从道家学到东西 所以这个我在这个 近年之内可以还是把它补完 那现在呢 接下来就来到文章比较重要的部分 那第八页 第四节 第四节 这个就是那个万百安的本书的介绍 那我先说明一下 这个本节的目的是要分析 这个最新出版的英语的宣言 看看经过六十年后 在英语世界学姐眼中 中国哲学当前的困境 可是呢 由于这本书出版才刚刚一个月 我是十二月中才买到 所以呢 我只是看了整本书五章里面的第一章 所以下面我的分析 只是按照我第一章的阅读 那如果是错的话呢 那待会等我 啊 稍后我把整本书读完 就可能有些地方要调整 好 可是 尽管有刚刚说的可喜的发展 而且呢实际的例子呢 远远不止两个 可是在2017年年底出版的这本书里面呢 作者那个万百安呢 却向我们这个透露了 中国哲学在当前世界 准确的说是占领国的分析 那我觉得这本书值得与 啊 新入价的宣言理官 但我们了解在不同时空之下 中国哲学的初级 好 第一章 我先从书名说起啊 书名呢叫做 一个多元文化的宣言 那表示他其实关心的不仅仅是中国哲学 而是所有 不常教的哲学 那万百安叫他做 Let's commonly taught philosophies 简称LCTP 那包括那个 那个African American的哲学啊 正标题 因为刚刚那个 一个多元文化的宣言 是副标题 那正标题就是 Ticking back philosophy 或者可以翻译成 从那哲学 或者取回哲学 吧 当然比较生硬的这种意思 为什么要 这个书名要定这个标题呢 因为很有趣的 他们呢 那个万百安跟 那个 这本书前年的那个作者 叫做J. Garfield 就曾经在2016年 在纽约时报 网志上面 发表了一篇文章 就是第二段 那个第五行文 If philosophy won't diversify Let's call it what it really is 这中文是我翻译 如果哲学不多样化 就让我们恰如其分地称呼它 那个引起了非常大的 网路上的那个轰动 因为呢 他们是非常 这个不客气的 来针对 美国的那些哲学系 就是说 反正你们都不教中国哲学 印度哲学 日本哲学 那不如你们改为 你们的名字就改为 英国欧洲哲学系 那就是你们的 差如其分 一个称谓 那引起呢 网络上 很多的批评 或者非常激烈的讨论 然后呢 第九月最后一转 那 呃 那 万百安有一个指控 他说 这个根本 美国的一中的哲学系呢 是严重的来辜负自己的学生 因为他们没有教学生那些 不服你们正统英国欧洲的那些哲学 可是那些哲学人是很精彩的 很迷人 甚至是越来越 呃 都会当中的世界很切身 但是你们不教 所以你是辜负你们的哲学系的学生 那提出了这个指控之后呢 他接着提出了三个理由 就是为什么 美国的哲学系应该要教中国哲学的 那这个我就跳过去 文章没有兴趣 然后呢 作者展开了一个篇幅很长的讨论 来回应三种 对刚刚说的那个非常引起轰动的那篇文章 有三种批评 那 万百安就逐一来回应 那第一类跟第二类的批评呢 我都跳过去了 我手下不过时间 我们看第十一页 最重要的是第三类的批评 我们跟那个万百安对这个批评的回应 就是十一页的第二段 然后是第三类的批评 批评者的立场可以称为 避免思想帝国主义 他们认为呢 其实他们这个批评者呢 是可以说他们利心利意是良善 因为他说 如果我们把西方思想 非西方思想定性为哲学 那这个做法本身呢 就是一种帝国主义 因为他把哲学这个西方的范畴呢 视为当然 然后就用那个西方的范畴 哲学来套中国的传统思想 他觉得这个是不尊重其他的文化传统 所以呢 这个是一种帝国主义 其实你看这个批评非常有趣 其实你看这个批评非常有趣 在警惕这种所谓的霸权嘛 就是你们不要以为我们没有哲学 我们的文化就比较低 其实他一直在警惕的 那你想到呢 60年之后呢 西方人真的是 真的有这个善良的意图说 对我们不应该来宰治其他的文化 所以我们就不应该称他为哲学 那刚好那个结果是打过来 因为唐先生他们会以为 如果你们不再有那个八权的时候 你就会承认我们是哲学 可是现在倒过来就是他们 他们也知道我们也反省 我们不应该有八权 所以我不应该称你为哲学 都不知道搞笑吗 那个结果 那万百岸的回应是什么呢 我们看第十一页 他说 我当然同意你们 我当然同意我们必须谨慎的理解到 一些学术和论术实践是如何值根于他们 特殊文化妆中 而且呢这些学术和实践 通常跟我们西方的不会完美的交叠 可是很重要的是 要避免一种错误的观念 就是你以为哲学在西方是一元的 我不知道这个中文应该怎么翻译 monolithic 我勉强翻成一元 他的意思是这样 他说 其实在我们西方的哲学传统里面 根本本来就是多元的 你看 波拉图跟迪卡尔跟康德 对哲学的理解 哲学是什么 他们的回答回应都会不一样 所以你不要以为有一个西方哲学 然后我们呢 要避免用这一个西方哲学来套 只有一个的中国思想 其实这个本来就错了 因为西方哲学本来就多元的 比方说你 假设你用了迪卡尔对哲学的定义 用来作为整个西方哲学的标准 这个本来就已经错了 所以如果你真的多元的 不如你多元下去 你再进一步 西方里面也多元 中国里面也多元 所以你看 万百安说我们要避免用这个的这个字 如果这个西方哲学套进去那个中国思想 那根本就与事实不符 所以那我们看十二月 那这个就是万百安的回应 我觉得这个 我们看十二月我这个第二段 是我的这一节的结论 那个结论是这样的 我们看言下之意 那一行 言下之意 万百安日来真正要警惕 或者构成危险的霸权呢 霸权态度呢 倒不在于西方哲学为标准 而称那些中国的生哲为哲学家 真正要警惕的是 我们在西方的云云的哲学家当中 选出一个来代表全部西方哲学家 然后呢 我们不称那些中国生哲为哲学家 这个才是我们真正要警惕的 这个是万百安的回应 那第五节是我的主张 跟我的对他的一些反思 第五节是 天下一家一是 在当前中国哲学研究中的开展方式 那我之所以认为万百安 就思想帝国主义的回应 特别值得留意 因为他能与宣言进行最可观的对照 显示着六十年来视条的变化 首先我们应该注意宣言 作者们虽然没有使用思想帝国主义这些字眼 可是呢 你可以中观全文呢 你发现他们对这些霸权态度呢 还是常常来解决的 那所以呢 如果现在西方世界有识之士 终于有这个自觉 有这个结局 认真的来尊重非西方文化呢 那这份善意呢 我想 虽然作者们全下有之 之呢 应该会感到欣喜 可是万料不到的是 在虽然作者们的预想当中 当霸权态度去掉 接下来呢 就理应是对中国哲学的承认跟争识 而现在出现了 却竟然是一个相反的发展 就是我们恰恰是因为要防止思想帝国主义 所以我们不能将 哲学这个西方的范畴 套进去中国的思想里面 这个正是指料未及的一个结果 那六十年后的西方学人万百安呢 正是要处理这个六十年前 司先生所没有料极到的一个问题 在新的促进下 智力实现同一个目标 就是要使被西方主流的哲学人道尊重 为了对这种笔者称为 对思想帝国主义的过度警惕 那万百安呢提出了很有意思的方案 那我称之为双重多元主义 首先哪些过度的警惕者呢 他本身就是一个多元主义的 因为他知道西方副代表全世界嘛 所以他们都是多元主义 那现在呢 其实万百安要把这个多元主义呢 再推进一步 而指出多元不单单存在于各个文化传统 所供出的这个世界舞台上 那急救单一文化传统内部而言呢 其实也存在多元 所以是双重的多元 那下一段啊 那我无意要拒绝双重多元主义 而只是要表明呢 在对峙那种过度警惕上面呢 双重多元主义万百安的 不是唯一的方案 其实宣言的作者们的天下一加一失 可能是另一个可遇的选项 那在此呢 我要提出两点呢 第一点呢 第一点呢 包括包括两项假定 首先呢 首先呢 假定我们承认有股市价值的存在 例如儿童有受教育的权利 那其次呢 就是假定我们同意 以下两类的情况都是不健康的 第一有一些地区 或者文化传统的国家 他拒绝儿童有受教育的权利 他认为这是一种西方价值 对他们是不适合的 那第二个不健康的情况呢 是有一些地区 国家或者文化传统 承认对儿童有受教育的权利 可是他强调我们实现的是 有自己特色的儿童教育 那可是呢 他们这个有特色的儿童教育呢 我们一般人根本 我没办法理解 就是 我完全没办法理解 为他们在实现儿童的教育 那如果我们承认 这两种都是不健康的 那 下一段 如果相处两项假不成立 我们可以发现 那种对于 思想帝国主义的过度警惕呢 肯定是不能 不持普世家族的 也是不能解决 避免了两类不健康的情况 因为 那些过度警惕所顺理成章 引申出的是一种不合理的沉默 就是他未免 宰致其他文化传统 但是他不方便来发生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健康 那万百安的 双重多元主义 他能不能发挥 我们刚刚这两个功能 就是我们其他有一个方案 他有两种功能的 第一个功能 那是他能够保护股市价值 第二个功能 那是能够避免 两类不健康的情况 那我不能说 万百安这个方案一定不行 不过我是想论证的是 唐先生他们的天下意识 是肯定能肩负这两个功能的 因为我的时间挺大 所以我读快一点 我想说的是 我提供一个新的想法 我要看第十四页的第二段 那如果我的看法可以接受 接下来的工作 可以全然不同的 我们以后要做中国哲学的工作 不一定要去中国哲学里找一些种子 因为我的意思是这样的 我们不一定要以为一些普世价值 比方民主 他已经在西方文化传统里 已经有一个完善的版本 已经做好了 然后他提供出来 跟全世界一起来学习 其实我们可以类比成一个这样的情况 我们看第二段 情形有如一种跨国的研究计划 先由一方发起初主意 提供敏感 然后其他国家的庄家 共同参与其中做共同的探索 我们不需要相信 那个最初的主意 或者灵感是已经很成熟或者完善 当中可能有一些蒙点或者错漏 有待共同探索的时候修正或者补充 简然之 根据这种构想 普世价值是可以共同研发 或者共同形作的 所以灵感总是有某一个特定的文化传统 首先给出来 可是你不要假定 那个普世价值的版本已经是完美 这个完美与否 是可以全世界的不同文化传统一起来参与的 那这一种的 研究中国哲学的 本乎天下一站一世的 中国哲学研究方式 有没有例子呢 有的 这是我十四页的最后一段 这个第五节的最后一段 香养大学的陈祖为教授 他在2014年有一本书叫 《Confucian Perfection》的时候 其中一章就是说要 怎么讲呢 要整合那个儒家跟民主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起码是我现在认知 蛮接近的共享的一个例子 就是他说 其实民主呢 西方那个版本呢 还不够完美 如果你加进 儒家的一些元素里进去呢 第一 它仍然是民主 可是它是一个更好的民主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天下一家 就是我们一起来研发一些普世的价值 那也可以避免的两种情况 就是我拒绝普世价值 因为那是西方的 没有啊 它不是西方的 是我们一起的 对不对 它也可以避免那些不健康的情况 就是 而我当然是尊重男女平等啊 我是有本过特色的男女平等 那根本不是本男女平等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 我们今后可以努力的一个方向 所以大安 成功与否 那还是需要时间的一些实验 或者验证 不过 我最后的结论 我必属午夜的最后一句 如果我的论证是成立的话 我们可以总结说 虽然已经迟过60年 可是 中国文化与世界的锐见 却绝未过时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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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当然也认为唐天他们这个宣言 在现在仍然有他的价值 而且他们所处的地位跟境界应该高过的 多元 雙重多元主义的那个宣言 对 我觉得吴锦超教授 年轻 这个学养非常深 刚才他也提到他个人在教学职位上遇到的一些挫折 一时的挫折是非关系 他们不肯定你 我们大家都肯定你 我们还有点时间 按照一个表列的时间 还有15分钟 可以延长5分钟 到50分 欢迎大家提问 所以刚才吴有能教授 这个三位很精彩的那个发言 我想那个来一次来讨论吧 好的我都觉得是挺多很多 他现在有些人疑惑 一个问题想给潘老师的指教 您提的那个意见呢 相当的精彩 我非常地同意的 那么呢 我都想说 刚刚 曾召旭教授 那他被提到 将来我们那个 那个前程的发展 那其中一点 他提到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能听错 那么是要看 石浸平 及中国的领导 的 这位他们呢 是肯定的獨家 那么呢 这会不会事实上 您所说的 是所期待的 所谓的 圣君的出现 那么呢 请你给他一个 给这个方面的意见 这个非常之严重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千万 这个不能等前世 那么呢 第二个问题的话 也请那个吴老师 讨论一下 那所谓的多元主义 有很多的城市 那临时指导呢 是文化上面的现象 能现出 有不同地区的哲学 这个是一个城市 另外是说 哲学上面的多元主义 这个是说 真理 指向是说 真理的一个 所谓的相对主义 那有可能是这个意思 那你指的是什么 如果是说 文化事项上面的话 这多元主义 我们都很容易承认 那如果是说 是一个所谓的 多元主义 如果是强调是 真理都是相对的 这一点 你怎么看 那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多元主义 难道不是 有所谓的 有国界的吗 那么呢 所谓的双重 是什么意思呢 我好像没听说过 哪一个多元主义 是说 对内主张不多元 对国外的主张多元 那我不知道你指的是什么 如果是这样 一个individual 是不是有多元主义 我早上是一种想法 我晚上一种想法 因为我想 我支持个人 个人的多元主义 所以这个的理论区 划分 你的界限在哪里 你的标准在哪里 有没有是说 肯定到 不同哲学之间 是不可共良的 还是不能比较的 所以是incomparable 是incomparable 是incomparable 谢谢你 我们收集多题 再听听 我以为会很总约的 这个自由 有问题 还有这个正确的 三位教授的证文收获很多 那我单单就是先提个小问题 针对吴老师的这个 提到后面的两个假定 其中有一个就是说 对有自己特色的儿童教育 那种有自己特色的 即使是奴役 那既然是奴役的话 那应该就是已经是违反了 或者是不是真的有 能够实现那个普遍价值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追求一个普遍性 可普遍性的同时的当中 是不是还是要去尊重这个差异啊 所以我想你这里 这个所谓有自己不健康的 应该不是指那个 所谓尊重那个差异 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想说这个是一个小地方 做一个提问 谢谢 嗯 嗯 嗯 是 那个 嗯 嗯 舒子静 然后等一下 好 刚好想到 我刚才吴老师提到 那 我记得钱穆先生那个 中国诗相识一开始 那他有个序 那时候他在那个年代 前任就想要把 把中国诗学跟西洋哲学把它化开 就哲学可以这个词 可以西洋怎么用 那中国可以用哲学何尝没有思想 他想要用这个来取代那个 那我想 基督教那个就是说 对西洋哲学更理解之后 他发现这个词好像放弃也不行啊 因为中国诗在那些根源性的东西 普遍性的 种种 然后用合理的进入 比如道德理性或者诗变理 去建构的这些 把这些放弃掉 那好像 这个某种 那些高层的东西好像变成 不能不能谈的 我不知道这一个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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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对 最后这一件很有兴趣 也就是讲说是 我写过 不少文章是 也是用两列 对列的方式来讲 那我看了你 如果好像到最后还是做比较 那如果是做比较和对列这两个之间的差异 请您再详细地说一遍 这是第二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问题 既然是从对列走上到了比较 然后最后是天下一家民一四 然后作为两边 比较两边的那一个桥梁的夾接 就像前面那个人讲的 也如何对于典范的不可供仰性 这个也如何超越 这也是我想要理解的 谢谢 是 谢谢 谢谢三位讲者 精彩的报告 和您的各种 我想请教 那首先是 那个林月前教授 你把那个唐先生 那个哲学个数 当中强调的哲学 做一个教化 工夫人 服务跟奖心说 那我现在要提问的就是说 一个中国传统 这种工夫人的论述 这种工夫人的论述 只能在当代的哲学 这个处境当中 它具有一个哲学化的论述 其实工夫人的论述 如何成为一个 具有的哲学化 除了这个体制的 这个方面之外 它成为一个哲学 变成一个情敌化的论述 那第二个问题 请教潘老师 我想那个 您同意潘老师的这些说法 但是在唐先生也好 摩先生也好 和徐木冠先生也好 他们那时候所看到的一个 中华民国在实施 这个民主政治的一个过程当中 跟现在我们解离之后 又有很大的一个差距 我记得以前跟那个 勞士光先生 我们谈到这个问题 他也特地有感叹说 在这个奖金国 十四这个节的时候呢 很多教育方面的东西 并没有准备好 那么现在问题在于这里 就是在台湾这个 整个台湾的一个历史 或是台湾的一个 这当中牵涉到的 在一个政治的一个斗争当中 或拉扯当中遇到的一个 与国家认同 国家认同 国家认同 族群认同 多元可以讲 多愁的一个殖民 台湾这样一个很昌识 一个殖民的一个 很特殊的这个经验 那么这些经验的话 在中国大陆或在其他国家 是很少见的 那也就是说呢 我们今天在思考 台湾这个中华民国的民主 在落实的过程当中 这些面向可能是当时候 前辈先生没有关注到的 那我们今天的话 在讨论这个问题的话呢 除了汲取了唐仙他们的一些想法之后 你怎么样去回应这些 这么复杂的这个问题 因为这些复杂的问题 各有不同的一个人的一个历史 今后他的一个实际感受 那等于是说 你今天在台湾的此时此刻 面临到这样的一个民主政治 我们都很不满意 但是他毕竟是在一个华人当中 他实验过的一个政治 但他所面对引到的一些问题 譬如说统獨问题也好 这些问题在西方的民主政治 執政的过程中 那个状况也不完全是类似 就譬如说每次台湾的选举 都倒是每次都是一个危己屠王之丘 把老百姓都逼到一个 你不选这个就是这个 你不知道的话你就跳下去了 所以像这样的情况 我们在当今怎样 在一个当代新儒家的一个思考之下 去面对这些问题 这复杂很多 那最后的话 那也是对谷启超老师的这个文用 我觉得很感谢你提供性的一个想法 那你把那个唐先生他们归纳为天象的意思 可是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 最近大陆的一个情况 就是关于葛兆光写的一篇《异想天开》 那么对当代的大陆的新 所谓以蒋庆为主的新儒家 他们的那些想法当中的话呢 是把曾经在东洋文化圈当中 就是天象一家把它再中国化了 在中国化又变成是 原来天象一家是一个文化的观念 但它现在变成是齐静平 要建立文化自信的一个背书了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每个人对整个这样一个天象一家 是很害怕你的想法 所以当你要用这个来 但是这样的一个天象意识 可能就是比如我们对葛兆光的一个说法 就是他从史学家来看或从哲学家来看 你的天象的一个观念 必须要先做你的界定 否则的话呢 基本上在前现代或者是当前这些状况 所离下的那些可想象的空间的话 可会让你的操作或你的一个东西 才是一个不必要的一干脑跟一切 谢谢 如果但是还没有问题 就先请三位来问 来 来 是 OK 现在就先回答 请论 谢谢有个问题 这个问题到底是个很重要的解释问 就是功夫论 如果是个解释化 那 他前面讲唐先生这个 其实唐先生这种解释的概念 他是 从西方而来 还是把它扣扣 所以他为什么要讲解释的解释 西方解释就是 全年是诗变为主 所以医理做人就是什么人 没关系 不及格也不完全进去 因为在希腊这几个做学家 还是有 某种医理做个真正的学家 还是不一样 但他还是诗变 最完全的 因为只有这个绝对真理 这个最后的真理 就是这个最后的解释 但是这个东西的解释性 还不一样 那唐先生这个想法 当然也是不一样 所以为什么他要 西变解释要退长 意思是解释还有另外一面 还是要有结果 那就是 人们超过西变 去讲解释 这是一个调果 因为你讲话 总是要用语言 语言总有它的特殊性 所以我们讲说 语言总是有区分才有用 所以我说这个有个桌子 为什么来得懂它的意思 是因为它有区分 尤其那种是讲桌子 不是讲仪式 不是讲语言 不是讲骗老 因为语言的话 语言就有这个局限 那道 能够讲区分 对 就是你的道 就是区分是个道 对吧 所以我们如果结束 你一听就知道这个不行 到底是要无所谓 而且这个通常是一条性 所以语言有它的局限 你虽然考虑一个语言的受量 那语言就会有这个问题 所以唐先生对西方结识的批评就是 西方结识不管是经验主义 还是理性主义 经验主义只讲识 就是感性的 那理性主义是仰理 所以识理永远都不能源泳 所以另外这个 跟你的结识应该能够源泳 因为有一个事业本来 当下就是始终有理 里终有事 不会再另外有事 但是你能不能把它讲好 就显示一个结识文 你看 所以唐先生讲这个结识 刚才提到几个 他当不是只限于西方结识 传原来的观念 他也要把它做成为 什么学与情价 价子不同 不止于这个结识 但王神传教是 不止于这个 学与情缘 就是习近很多 但西方来说 没有功夫论就不是 所以你要把功夫论 拉到这个结识思考 所以他们来说是很难接受的 那概念上也接受不了 你不要以为 一个简单的实力 概念没有什么东西 你听哪个就是 天荒液寒 你根本不能念 那功夫论 是不是要成为 一个结识的论识 如果你要是 功夫论 是西方式的结识的论识 其实唐先生 已经给了一个答案 这个时候 是当第一步 西面推长之后 第二步 哪个就是要讲 就是要讲 就是要讲 几个见识的例面 然后我们生命的一面 就是什么为什 那你也会说 使功夫实践 就是理论层面的 分解的论识 这跟我们老师们 也多了不少 但是 其实我们不会 从另一个角度 我们会用不到 西方一个角度 来看 功夫论识 这个时候成为 结识的论识 我想我们应该把功夫 去看成一个人的生命 这个进阶 这个进阶 这个进阶是人 通过实践 对这个道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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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是什么 这就是通往我们有小的病 全是大的病 对吧 那通往存在这个地方 功夫修精好 是我们通往生命 才是到 我们为什么要做公子 那公子通往生命 它就到有一种这个体现 有一个所谓的 有一个所谓的 人体法 那就是人体 信人这个特殊的地方 就是他能够与他的生命 去提起个法 就是提起个体现的道 那我们 但他的梦体现 那总体平均的 一个天就是性能 性能总是不断 力行 那力行不是说只是失 失变的 他有生命的起床 所以功夫论 会从于意义底下 给他从解释的考量 就是说 他是如何让我们全师知道 这个事情 那端极和论识是 蛮不容易的 因为很难用西方概念师的 这个想法去把它输出来 那这唐先生有一些表现 我们老师也讲 所以为什么一定要提到 非分解的分解来说 你一定要越看越 你全能够达到 那达到最后 还是言归于末 那中文字有个调本 那这个也不是我可能 过得 不成这个地方 所以唐先生给我们 十个往前发展的时候 中国解释 中国解释是解释毫无疑问 中国解释都是理性的东西 一定是解释 有反省也是解释 他为什么不限于西方解释 为什么讲了那么多东西 希望解释都没有 你读书名义书 读书名书 读书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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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 他其实从他每个人都是特殊的功夫里面提现出来的 他从唐先生 唐先生最厉害就是 能够把解释都很具体而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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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回答吴老师 吴老师的提问 我们千万不能期待 习近平作为胜郡 如果我们这样期待的话 习近平就会成为第二个老主席 我的看法是 现在大陆 习近平是他们 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所强调的 也在驾驶线 民主集中制度 跟民主协商制度 在这种政府里面 现阶段的政治领导 他有任期待 那习近平当然他也有识气 他姓识 所以我们不能要求他姓军 其实现在的中国 我认为奇奇不可 我在做唐先生论文的读书报告的时候 唐先生的看法也是如此 有圣人 但是没有圣军 那么另外呢 我们乐会的提的问题 是非常大的 而且在台湾现阶段 我认为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这边我的看法是这样 那么台湾现在我们面对的问题 有很多是操作出来的议题 比方说 这个不断的有外来殖民 这地方我就有所商榷 我不是商榷乐会 我说商榷是一般 台湾一般的论点 清朝跟中华民国 不能说是外来的政权 外来的殖民政权 真正的殖民 因为英国跟不是英国 荷兰跟西班牙是非常短暂的 而且他们也不是全部的台湾 真正在台湾做殖民 我们台湾人被殖民的 是1895到1945 这个51年 好 另外一点呢 就是说 我们刚才乐会所说的 我的看法是这样 台湾 台湾是个多元文化价值的台湾 但是我们不能忽略 任何一个地区 它一定会有 它自己的文化传统 的主体 那我们现在进不得去问 因为台独的朋友 他不这样看 可是我们这样看 我了 大家不晓得 各位持有如何看 台湾的文化的传统主体 是汉文 这是不能否认的 不管你怎么进入了现代化 如果你说 你要在这个地球上面 安身立命 你必须要有你自己的文化主体 这个文化主体 是从传统来临 传统来临 是400年来的 汉文化的建立 这个累积跟创造 另外一点就是 我的看法是这样 我们应该要主张的是 民主跟文化道统 就是我们摩老师强调的 正统 学统跟道统 这三统 我们在台湾呢 其实民主就是正统里面的要求 可是民主的要求并不表示 道统跟学统 我们可以忽略掉 我们自己的主体 那我最后面我要说的是 二十多年来的台湾呢 其实我们现在的争执 不是民主的争执 你问国民党 你问民进党 你问其他的党派 我们哪一个人是反民主的 没有 我们现在真正的 台湾的劣结的状态 其实是民主 不是民主 民主主义是没问题的 民主主义的认同不同 那就是说 你是汉民族呢 中华民族呢 还是你不是 你是一个新兴的台湾民族 这个地方我们是需要 用理性的方式来思考 来实践的 说明到这里 好 谢谢 我只有五分钟 因为刚好只有五个提问的老师 所以我每个 抱歉我每个比较容易 那有吴老师 陈老师 林老师 还有两位今天认识的老师 那这样回应 林玉慧老师的那个 我完全同意就是说 天下医家听起来很动听很漂亮 如果你不界定清楚的话 可以有很危险 因为 所有的坏人做坏事的时候 都是用很漂亮的借口 你要拆穿他的借口 这是龙先生讲的知言 孟子讲的知言 龙先生很强调 那我其实宣言里面有的 就是天下医家 如果要给他一个 比较具体一点的界定 那唐先生他们用的是世界公民 对 可是问题是这样 如果天下医家有可能被利用的话 那世界公民都有可能被利用 所以这个还是要加一些限制进去 我想到的就是 我们还是从这个方向来构想 就是 我们要要求或主张 就是任何一个文化传统 都不能够提出一个claim 一个声称 就是说 我提供的那个土师价值 已经是终极的版本 所以你不能再增加 不能 不增不减的 你要学 那这个就最危险 就引起霸权 那就好像说 你不要以为你做的番茄就是完美 其实你如果加进我们中国的 我给一些中国的泥土给你 那你再种一些番茄 那会更好 所以大家一直共同研发 然后是 吴永龙老师呢 那对 双重多元主义是我 这样乱想的一个 那个很充满底下想的一个词 有点怪的 那我明白你的问题 就是说哪有一个多元主义者 我对外的多元 对内的不多元 那问题是这样 有可能翻白案是说 你那些多元主义者 还没有多元的够一致 或者彻底 那所以可能我到时候定稿 就要换一个 我不是双重多元的问题 我现在有两个层次这样 就是一致的多元主义者 或者是这样 那你提的问题 包括了就是 普遍性的问题 就是哲学 可能我理解 不过我这样来回应 就是哲学的普遍性 在哪里落脚 那我理解是 哲学的普遍性 首先要看它的问题 就是哲学的答案 可以是不一样的 可是哲学的问题 有很多是共同的 比方生死暗喻 这个问题 孟子说 人不仅仅是一头动物 不仅仅是一头动物 不仅仅是一头动物 那背后的问题是 人是什么 那这个问题 可能美国、非洲、日本的 哲学家都会是 所以我想 哲学的普遍性 起码是一个起点 但不是一个终点 吴老师也问到 多元主义 不是已经很接近相对主义了吗 那怎么还能够 多元之余呢 能够添下一家呢 对 我同意的 这真的是一个最严重 最大的 最有挑战性的问题 我现在的回忆是这样 嗯 起码我们 嗯 就这样 这个答案 大概是启发至老师公先生 老师公先生说 你可以claim你当下的答案